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扬源于浅薄 谦逊基于厚度 学会放低自己 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行 一 放低位置 认清自己 王阳明说 今人病痛 大断只是傲 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 一个人可以自信 但不能自大 不能狂妄 做人最可怕的是高估了自己的位置 看过一个故事 一位画师四处求学 最后无功而返 到寺庙找禅师解惑 我四处求学 向各个画画很出色的人学习 却并没有学会多少东西 禅师听后 让他画一幅关于冲茶的画 画好后 禅师说 你画得不错 只是茶壶和茶杯放错了位置 应该是茶杯在上 茶壶在下 画师听了 笑着说 大施为何如此糊涂 哪有茶杯在茶壶之上的道理 禅师听了 也笑了 原来你懂这个道理啊 你总把自己的杯子放得比茶壶还要高 茶怎么能注入你的杯子里呢 画师听后 恍然大悟 诗词七股 手莫深有言 九牛一毫 莫自夸 骄傲自满 必翻车 越诗自傲的人 又无法正确认识自己 一个人只有放低自己的位置 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进一步精进自己 正如林木俊龙所说 记忆的真正秘诀是要永远当一个初学者 放低自己的位置 不是自卑 不是怯懦 而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开始 二 放低身段 赢得尊重 看过这样一段话 放下身段 绝不会使高贵者变得卑微 相反 他倒更能增强人们的崇敬之情 这样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地 扎在大众这块沃土之中 哪能不根深夜貌 令人敬重呢 一个人越有本事 越善于放低身段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 蔡元培为了请陈独秀三顾茅庐 希望他能来北大人教 第一次拜访时 陈独秀婉拒了他 蔡元培好像早有预料 耐心地说 你不要急于推辞 事出突然 可和亲友在意 我求贤心切 想一心一意请你 想和你一起为中国 为中国教育做点事 第二次拜访时 陈独秀因前一天与千学童 留伴浓喝了不少酒 很晚才回到旅馆 第二天迟迟没起床 蔡元培见门窗紧闭 就默默坐在陈独秀房门外等待 尽管当时天上正飘着大雪 天气极寒 但他没有任何抱怨 作为北大校长 蔡元培丝毫没有架子 他的这份坚持最终打动了陈独秀 第三次 他打着伞 再次冒雪前来时 发现陈独秀一早就把门帘打开 暖炉烧好 茶煮好 坐在椅子上等他来 俩人一个在门外 一个在屋内 默契地相视一笑 这一笑胜过千言万语 在真正的历史中 蔡元培不止三次前来拜访陈独秀 除了陈独秀 蔡元培请木匠齐白石 入北大奖学一时 也曾一度传为佳话 在当时 齐白石尚不是明满天下的国画大师 很多画界人士都知道齐白石曾经干过木匠 对他不屑一顾 但蔡元培看中他的才华 破格邀请他来北大奖学 正是蔡元培这种三顾茅庐 不拘一格匠人才的精神 吸引了大批学界名流 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无论一个人多么优秀 若是端着架子 便会引来别人的反感 唯有放下身段 把自己看轻些 把别人看重些 才会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古人云 水阴善下 终归海 山不争高 似成风 放下身段不仅是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能力 三 放低姿态 越走越宽 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里 有一尊贵舍俑 被称为镇馆之宝 它是唯一一个保存完整 无需修复的兵马俑 衣纹 发丝 清晰可见 历经两千年的岁月风霜 为何还能保存得如此完整 得益于它的低姿态 兵马俑坑是地下坑道式结构 遇到彭顶坍塌时 最先受到冲击的会是高姿态的桃涌 其次 桂舍俑做蹲桂状 重心在身体下方 稳定性比立姿勇好多了 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们做人其实也和这桂舍俑一样 只有放低姿态才能拔高生命的层次 东汉初年 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冯毅 协助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 虽然身居要职 名声显赫 但他在路上遇到其他将领时 不管对方职位高低 战功如何 都会吩咐手下把自己的马车驶开避让 待他人走远时再上路 刘秀带领重将领打仗 每结束一场战斗 将士们都喜欢聚在一起 炫耀进来杀敌是怎样的威猛 每当这时候 冯毅就会独自躲到大树下 静静思考着这场战斗中的得失 正因如此 刘秀对冯毅非常信任 即使有人上书 称冯毅权势过重 刘秀也毫不在意 甚至还安慰他 将军之于国家 义为君臣 恩我父子 何贤何宜 而有巨义 古往近来 很多身躯高位的人 都免不了在如日中天之时 惨遭祸患 冯毅能够稳步上升 长宝富贵 是因为他懂得收敛锋芒 放低自己 汪国珍曾说 格局越大的人 往往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越低 姿态越低 越能显示一个人胸怀和气度 有人曾问苏格拉底 天与地之间的高度 到底是多少 他说 三尺 那人觉得不可能 人都有四五尺高啊 苏格拉底笑着说 所以身高三尺以上的人 要能够长久立足于天地之间 就要学会低头啊 所谓地低成海 人低成王 地不为其低 方能聚水成海 人不为其低 方能浮重成王 放低自己 世间的力量 才会向你汇聚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我们相约明天 请不吝点赞